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个爆炸地点在法兰西体育场附近 当时正在进行法国对德国足球赛 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场内观赛 球赛进行中突然录下爆炸声 总统在维安部队的保护下离开 民众受处聚集在球场中央慢慢疏散 奥朗德交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出动大约1500名军人驻守各地 目前没有人或组织成认为袭击负责 但哈利巴国却在庆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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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